父母 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透过今天的话语来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世上虽然有许多的苦难 也会面对许多困难的状况 但是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有力量 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一到十四节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一直行道歌式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 要往斐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塞浦路斯 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泰尔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泰尔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 菲利家里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 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变了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保罗 他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的转变 但是神透过保罗 让我们有一个 很棒的学习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清楚的目标跟方向 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 保罗他从哥士 来到了罗底 然后又来到了帕达拉 然后来到了泰尔 泰尔又来到了多利买 然后最后到了凯撒利亚 看到保罗 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逼迫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船的 这个终点的问题 还有许许多的因素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做改变 改变他们的方向 改变他们的航行 但是保罗他很知道 他的目的是哪里呢 他的目的是耶路撒冷 所以不论他遇到了任何的这些 困难也好 或者是一些需要做转化的过程也好 保罗很清楚知道 那是他的目标 在菲利比书第三章13节 保罗这么说 他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让我们看见了 就是一个清楚的方向 是很重要的 他知道 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 所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 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 上帝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思维 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之外 我们也要很知道 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要来跟随神 因为很多时候 世上的变化是很快的 我们要跟着主的脚步 当神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的往前走 当神要我们转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立刻转弯呢 在罗马书第12章第二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将我们查验何为神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 所以当他在行路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他在歌词 然后转到罗底 转到帕达拉 在这些行程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 在这些过程当中 保罗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做主的功 我们需要灵巧 我们需要有智慧 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 这个转化的能力 面对困难的能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很单纯的 好像只是很直的 我就是要这样走 我是不能转弯的 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 成就很多神的工作 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来祷告 就像罗马书十二章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 我们需要随时的了解 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旨意 神说不要效法世界 不要照着世界的方式来做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要随时的查验 哪一条路是圣灵要我们走的 哪一条路是神要我们去的 哪一个工作 哪一个事工 是神要加给我们的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开始来学习的时候 神他会帮助我们的 当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 来寻求他的时候 他会来引导我们 因为他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寻求他 圣灵必然会引导我们的 就像保罗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 我们求神 给我们一个灵活的心思 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为了 成就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我们能够随时的改变 不论任何的环境 不论任何的这些环境 或者是任何的困难 都不能拦阻我们 我们能够不断的往前 愿上帝赐给我们如此的智慧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又学习到了 在上帝要我们成就 他旨意跟计划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会面临很多的考验 但是我们要如何胜过呢 我们可能我们需要的是 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话 对神对我们的旨意 要有更加坚定的信心 我们看到在第四节 在第四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的门徒 当保罗在那边 住七天的时候 那些门徒就来对他说 他们被圣灵感动 他们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们告诉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去到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困难 甚至有很多的危险 在第十节那边 我们又看到了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 从犹太下来 雅加布是在当时的一位先知 也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先知 神透过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对教会说话 那这个先知来到的时候呢 十一节说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 把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些话语 其实他们所说的是神的话 是神已经告诉保罗说 你将要面对的是何等的问题 接着我们看到保罗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爱他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说 保罗那你不要去啊 你不要去啊 为什么 因为前面充满了困难 所以我们看见了 在这些挑战当中 保罗自己其实心里面很清楚 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 很大的困难 很多的危险 但是保罗 难能可贵的是 他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即便有很多人劝他 好像有这样子的预言 有这样子的感动 告诉他 有逼迫 有捆绑 有困难 有患难 但是保罗仍然要去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上帝对他的计划 所以他能够胜过 这些困难 我们要知道 有很多时候 人的话语 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攻击的 在真言第27章 第21节说 顶为炼赢 如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是炼人 有时候 人对我们说的话 人对我们的称赞 或人对我们的批评 或人对我们的劝勉 或甚至人对我们的鼓励 甚至人对我们讲的神 这种先知性的话语 其实有时候 对我们来说 仍然是一个试炼 像保罗 他知道 这是我该走的路 所以他并没有因为 别人的话语 他就受动摇了 所以他知道 这是上帝 这些试炼 是上帝对他的计划 就像约伯基23章第10节说 然而他知道 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保罗 我相信保罗的心里面 很清楚知道 这些年日以来 上帝透过什么来锻炼保罗呢 透过什么来扩张保罗呢 透过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试炼 许多的痛苦 今天我们并不是 自己去找很多的痛苦 但是当神允许一些的困难 当神允许一些 环境上的这些难处 甚至别人 说了很多的话 来动摇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底 然而 当我们坚持到底 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对神的旨意 能够不动摇的时候 相信上帝 一定能够负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能够成就 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愿神祝福我们 每一个人能够胜过一切的失恋 胜过一切的苦难 来经历神更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让我们有清楚的方向 让我们有智慧 来面对一切的困难 求你祝福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更多的倚靠你 相信你一定可以 成就你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愿你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 加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得胜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